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Casper妈妈的频道 我们前几集已经学了加1至4的数学题 今集我们会试试加5的数学题 到最后我们会有些挑战题 题目的次序就会不同了 看看小朋友会不会答 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 第一条题目是1加5等于多少呢? 我们将大一点的数字5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一只小手指 5放在心里面向上数一格6 所以1加5等于6 1加5等于6 非常好啊!小朋友 第二条题目是2加5等于多少呢? 2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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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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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5 所以3加5等于8 3加5等于8 very good,做得很好啊,小朋友 下一条题目是4加5等于多少呢? 5这个数字比较大,我们将它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4只小手指 5放在心里面向上数4格 6,7,8,9 所以4加5等于9 4加5等于9 非常好啊,小朋友 这条题目是5加5等于多少呢? 我们将其中一个5字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5只手指 5放在心里面向上数6,7,8,9,10 所以5加5等于10 5加5等于10 非常好啊,小朋友 到下一条题目了 5加6等于多少呢? 5和6,6这个数字比较大 我们将6字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5只小手指 6放在心里面向上数 7,8,9,10,11 所以5加6等于11 5加6等于11 做得非常好啊,小朋友 5加7等于多少呢? 5和7,7这个数字比较大 我们将它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5只小手指 7放在心里面向上数 8,9,10,11,12 所以5加7等于12 5加7等于12 非常好啊,小朋友 下一条题目 5加8等于多少呢? 8这个数字比较大 我们将它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5只小手指 8放在心里面向上数 9,10,11,12,13 所以5加8等于13 5加8等于13 做得非常好啊,小朋友 去到最后一条题目 加油,小朋友 5加9等于多少呢? 9这个数字比较大 我们将它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5只小手指 9放在心里面向上数 10,11,12,13,14 所以5加9等于14 5加9等于14 真的做得非常好啊,小朋友 接下来我们将刚才学过的题目 拌乱次序 看小朋友会不会回答 准备好了吗? 加油啊,我们开始 第一条挑战题 3加5等于多少呢? 我们给一点点时间 想一想 没错啊,小朋友 我们将5字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3只小手指向上数 所以3加5的答案是等于8 very good 到下一条挑战题了 1加5是等于多少呢? 我们给一点点时间 没错啊,我们将5字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1只小手指向上数 所以1加5等于6 very good 到第三条挑战题 5加7等于多少呢? 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没错啊,我们将7字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5只小手指向上数 所以5加7等于12 非常好啊,小朋友做得 非常好啊,小朋友做得 下一条题目 2加5是等于多少呢? 我们再想一想一想 没错啊,我们将5字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2只小手指向上数 所以2加5等于7 2加5等于7 very good 做得很好 下一条题目 5加5等于多少呢? 我们再想一想 没错啊,我们将5字放在心里面 没错啊,我们将5字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5只小手指向上数 所以5加5等于10 非常好啊 下一条题目 4加5等于多少呢? 我们再想一想 没错啊,我们将5字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4只小手指向上数 所以5加6等于11 所以4加5等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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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啊,小朋友做得 这条题目是5加6等于多少呢? 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再想一想 没错啊,我们将6字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5只小手指向上数 所以5加6等于11 very good 到最后一条挑战题了 小朋友都很厉害啊 这条题目是5加8等于多少呢?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将8字放在心里面 然后拿出5只小手指向上数 没错啊,5加8的答案就是13 小朋友完成了所有挑战题了 真的做得非常之好啊 我们下条片再见啦 拜拜 各位小朋友真的做得非常之好啊 让casma妈妈给个手指攻你 very good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